可能有三種 四種 五種 六種以上 那還記得吧 前面不是 成績等地嗎 if else if else if 有沒有 那當然你可以去修改 盡量找一下你身邊有的範例嘛 把他踹一下 然後多重 應該一個公司不可能只有兩個部門 可能就多重部門 你就可以再寫一下 就可以把結果寫出來 應該不會有問題 試試看 再來就是這個地方 除了說部門之外的話 我們還可以用什麼 一個大於五萬 條件在這邊 要加起來人數在這邊 也就是說台北銷售他有銷售 如果我現在希望把銷售金額 大於五萬的 這些人加起來 有幾個人 那我就直接插一個函數 一樣去用到那個最近只用過的 因為用過都會在排在最前面 然後範圍就這邊 第二個 criteria 你可以給他一個大於 五萬的這種敘述 有沒有 剛剛是 給一個名稱 一個字串 另外你也給他一個什麼 大於啦 小於啦 等於啦 這樣的敘述 不會有問題 然後加的總數就加這邊 有沒有 把它加起來 總共有幾個呢 回來就是 26個 那當然 你也可以在旁邊再多做一個練習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會簡單一些些 怎麼說呢 因為上面有兩個 這個就一個條件 所以 其實 邏輯判斷會簡單許多 那這個判斷的方法 第一個啦 你也可以把這個 複製 貼到下面來 那改哪些地方呢 其實你會發現要兩個很像喔 第一個 把 獎金 改成銷售額嘛 第二個就是回軒範圍 有沒有這個回軒範圍 3到7 改成15到19 另外的話呢 因為他的 邏輯判斷有沒有 上面 會有else 可是這邊沒有else 為什麼呢 因為他 就只有一個 條件 是不是 大於 5萬 所以底下的邏輯 比較簡單一些些 底下的邏輯 是 一重的邏輯 然後呢 上面邏輯是 兩重的邏輯 因為不是銷售部就開發部嘛 那下面的邏輯是什麼 不是大於 5萬 那反之 就是 小於5萬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重而已喔 所以以後 特別注意喔 兩重寫成這樣子 一重寫成這樣子 多重寫成 我剛剛講的那種喔 好像前面有講過喔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你還很陌生的同學喔 回頭再看一下前面講的 然後一樣怎麼樣呢 把 西蘭的東西 怎麼樣 把它加起來 OK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喔 然後這邊的話最後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120 所以呢把它輸出到120 輸出過來 試一下喔 最後寫完之後呢 把它跑一下 直接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26 這個結果就過來了 OK這個是 SAMIFE的那個 有關 函數的應用 與轉換成VBA的一些相關說明 OK 換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當然可以的話喔 動作快的同學最好是重寫一遍 動作稍微慢一點的話 你可以衡量一下 如果你實在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你可以 拿雲端的東西先貼上 弄一下 然後再小改一下 把一些東西 delese掉 重新自己打打看 那這些東西我想前面 都會 都已經有出現過了 只是說呢 因為我們 用的 函數類型不同 會有 不同的 使用方法 喔 不過大致上的基本結構都一樣 寫來寫去 你會發現我寫來寫去都是寫 這些行 他們作用主要怎麼樣 實際上就處理試算表裡面的 儲存格 範圍 再加回圈 邏輯判斷 輸出你要的結果 不外污就這些嘛 用了用去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只是稍微做個變化 好了